第一題 文堅在一個摩擦力固定的平面上 以固定的力推動一部裝滿水的車子 若車子的水逐漸流失 則車子的加速度有何變化 我们根據牛頓第二定律的公式 F等于MA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力量是固定一样的 当我们的质量渐渐变小的时候 我们的加速度应该是要变大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 折车子的加速度有何改变 我们答案选的是A变大